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为了回应克文哲提出来客多巴胺的质疑 点名北市牛肉面积的店家使用来牛 遭店家博士抗议后道歉 丁一鸣前一晚还特意前往店家消费 对于损及店家声誉 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说非常不应该 本来是要说明复合国家标准的肉品 都是安全无语 却歪楼波及了店家 这很不该 丁一鸣已经诚意的道歉 那店家也接受 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 苏贞昌也表态愿意前往牛肉面店消费 希望风波就此打住 不过丁一鸣还一度使用统边消费 遭质疑是否挪用公款 虽然之后又再次下单 讲到是自掏腰包 但仍遭再也强烈质疑 这个发言人应该要下台道歉 说要买一百碗的牛肉面表达歉意 居然还是用行政院的公堂 用老百姓的纳税钱 这是不是涉嫌的贪污 丁花恩人的第一时间道歉 并倾向店家来当面 店家也接受 我想大家就不用再把这个事情一直上纲 国民党团九度杯葛苏贞昌报告 坚持反对开放莱猪 一朝里摆放官员人行李牌与大型猪之道具之外 还多了会抽搐的小猪娃娃 直指瘦肉精对猪有害 政府不应该开放 莱猪议题朝野僵持不下 现在又再烧出来牛风波 新唐历史台北众和报道